hello大家好我是老猪 那么我们都知道海岗里面有个说法叫做一红既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岗里面的东西生物只要是红色系的 它都会很贵 比如说像红地毯像火焰仙对吧 像2B鱼什么的 那么今天带来的是叫做快闪龙 它也是红色系的 而且它竟然是不贵 这条鱼是花了我88块钱 那么我现在就把它给开开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红和好看 它会吃小虫子 虽然说我钢里面没有什么虫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被调会比较好一些 我先把它给倒出来 因为我其实试看的话它挺像斗鱼的不瞒你们说 好吧我们先倒点水下来省着它摔死 我特地准备了钢就是因为怕如果说钢太大的话水会不够 因为哎呀又倒到外面来了 下去哦哦哦哦哦哦好下来了哇哎不错 挺红的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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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看到吗在这里啊对 在这里快闪龙啊看到没有 感觉它蛮红的是吧 所以它可以说是比较满足这个红色系啊 可以看到它的身上的话呢 是有这个条纹哇 而且它的背驰上是有像那个很帅哦 还会脏起来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一个警觉的一个状态啊 而且据说这个鱼的话是比较容易跳钢的 所以说正好我有这个防跳网和防跳的措施 所以说问题不是太大 那么我们就来静静的观赏它一下 它的一个身体的美妙之处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它 首先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嘛 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 它的头上呢 包括像它整个身体上是有大概一二三四五根条纹 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它的背驰上是有像 嗯怎么说呢 像火焰一样啊 就是一一条条 而且感觉它是没有长好 就是说可能在运出过程当中 呃受到一些惊吓会掉一些这个须这样子 它的下体的话呢也是有一些的那个条纹 其实它真的跟斗鱼蛮像的 可是它是海里面的好吧 这也比较满足我的我喜欢的红色吧 因为真的红色系的鱼或者是珊瑚的话 对我来说目前太贵了 而且可能怕养死 你知道吗 因为海刚最怕的就是养死生物啊 那么我就先轻轻的来碰一下它 因为这个快闪龙呢是比较喜欢跳的 所以说它很喜欢跳 那么我也很怕我如果用太用力的话 它会跳出来会不太好 它变色了哇 它有点发白 你们有发现吗 可能是一个 感觉像受到惊吓做了一个警戒措施 轻轻的来碰一下 哦你看 它用眼睛朝上面白了我一眼好吧 我还是不要吓它 我怕它突然就一飞冲天威力无边 那就完蛋了 啊 那么保险旗舰 我先把它稍微的过下水 然后先放在蛤蜊盒里面观察 如果说它能活过第一晚上 基本上它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那我们先入缸 目前的话呢 先是把这个 快散龙先放在蛤蜊盒里面啊 因为我问了一下我朋友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不活跃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处于还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安全起见的话先不入缸 先让它适应一下这个缸里面的水质吧 万一它一下子不适应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比较不好的结果吧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它活跃之后的表现啊 它入缸之后的颜色也是呃 红了很多 没有之前的那个紧张感 那视频就先到这边吧 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哎他动了 你看它的这个背骑还是很帅的啊 所以叫快散龙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容易跳 第二天早上 那么这个快散龙放到我的缸里面去了 暂时没有发现跳缸的情况啊 那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刚刚投喂了一下风天虾 感觉还可以 它对风天虾也是挺感兴趣的 所以说呃我白天还是可能不会加防跳网吧 因为加跳网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影响它的心情什么的 就看它后面能不能长大吧 是来说它现在这个活动的轨迹 就是像在吃这个虾的样子就很活跃啊 就很跳 它果然是很喜欢跳的一个你看 但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 是来说看啦 是来说看啊 是来说看吧 是来说看啊 好像在这边也很久等了 是来说看啊 就是看啊